各位好,我现在在龙口市 这两天在龙口转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在龙口广场夜市里 路边有很多卖小动物的摊贩 价格低到让人炸蛇 一只金色的泰迪300元 还能讲价格 一只雪纳瑞宝宝400到600元 一只科鸡右五圈 500到600人就能拿下 都是年轻人 然后带孩子过来看 蓝猫自家养的吗 自家养的 你怎么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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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摘掉 看一看 哎呀,这是蓝猫 咋卖 300元 300元 哪个是母的 我就是不想摸呀 我就是不想摸呀 哎呀 这是什么 不想摸 我想摸 不想摸 我再摸 我就咬那种 我再摸 哎呀哎呀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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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看 看看看看 别怕别怕 小来 你宝宝 他还算 他父母都是蓝猫吗 父母都是蓝猫 都是蓝猫 都是蓝猫 是蓝猫 叫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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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卖过来 我还给妈妈卖的 嗯 这有很多的小米铁 这个小米铁 蓝猫 看 三个黑的 然后有一只棕色的 这边是一些蓝猫 这边还有一些田园的小米 这个多少钱 那钱算不算 300 300 我怎么有钱呀 看你300块钱 我怎么这么小年来狗了 我怎么有钱呀 那个颜色呢 那个500 那个500 嗯 你是太低 那这个呢 这是太低 那 那个是太低 要那个便宜点 看牢上那个一片 也真压就不好 这个多大的 两个多月了 他怎么两个半月了 他就正在偷袭猫 都长长了 哇 那个黑的是300 然后那个500 要的话还可以便宜 这个最调皮了 加加加加加 对 对 那个是啥狗 那么小 小娃娃串 哦小娃娃串 哇好小哦 在里面 我感觉就像那个 Micky夏那个小小的 又欺负他 嗯 这是王山梅的 张汉 我们王山梅的话 不是梅 这个雪拿瑞 对 还有科技 这个的 我很好奇 这边宠物的价格 怎么这么低 和内地差价 差了好几倍 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知 这满满一桌子海鲜 我只用了几十块就搞定 怎么做到的 来海滨城市旅游 不要再去农家乐 普通菜市场 海滨去买海鲜了 可能又贵又坑你 按照我说的去做 你也能实现海鲜自由 我居住的山东龙口市 有一个叫家园海鲜市场 这里是龙口最大的 鸡毛市场 每天早上凌晨四点 天慢慢亮的时候 这里是最热闹的 也就俗称赶海鸡 龙口几乎所有的海鲜排档 饭店超市商店 都会从这里行货 市场从凌晨四点 到早上八点就停止了 所以各位吃货要赶走哦 现在是缩子蟹丰收的几节 市场里最多的就是缩子蟹了 鲜活的10到15亿斤 刚死去的竟然也只需要几块一斤 是不是很便宜呢 海螺平时也要18到25亿斤 这里只需要12块 看到清泄了 鲜活的竟然15亿斤 半死不活的也8块钱一斤 整了两斤 看着活蹦乱跳的活下 12亿斤 太划算了 这是我最爱的拉螺 平日里25亿斤 这里才7块钱一斤 全部打包带走 市场里还有各种麻辣小海鲜 蟹钱 香罗 虾尾 丁罗 就问你流口水了吗 这些比流出价格便宜得多 起锅烧油 今天又能美美的叠一顿海鲜大餐了 记得如果来海边玩耍的时候 一定要赶早到当地的海鲜批发市场 赶海鸡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